拳風,堵住邪惡隊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半 條理龍毛蘭花系主理 現代豪客長 客家佬,牛精文 艷雞,大咪,啤梨 好,回來,4月24號第三節 我是Billy 光致,鑫雞 大家好 我剛才呆一呆,究竟是戴權還是戴坤 無論如何,不要緊 戴展華,很嚴重 先說一下台務 半年就二、二、八 現在很划算,多了這麼多節目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些新節目 我還沒得到閒聽過,下載了 我也沒得到閒聽 我只聽了Sero他們的 四仔,不知道什麼 很難記的名字,很長的 科學家 第一集就說叮噹那個,有什麼 我有聽過那個 跟他們保持一貫的水準 就是他們的水準 其他我都還沒得到 先人的話就下載了,我還沒聽 因為現在實在太多節目聽了 希望大家就分享多一點 我不知道現在相客的情況是怎樣 不知道 如果二、八 就半年任下載了 那就真的很划算 大家一定要習慣一下 有任何享受其實是要有付出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沒錢就要收皮 這個世界很難現實 行公義,好聯銘,D100都要收錢 更何況我們擺明不是行公義,好聯銘 還有支持一下金主的T恤 支持一下我們的T恤 支持一下我們的T恤 你還沒說 兩件都要 兩件都要 我們就沒什麼新衣服 現在就看最新衣服 不知道趕不趕得出 最新的衣服 又撿一下口水尾 就是柴玲 六四二十五周年張志 反而我其實我不是很上心 對柴玲 今年你們覺得怎樣 六四 對,開始有些聲音就說 就說了很多年 就不要去支聯會那個什麼 大師 陳文仲說 你誰去的都是含家產 那有些人說 陶傑就說 如果中國有一天真的六四集會 是沒有人去 完全 那時候中共會更害怕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連大中華交 即大中華都不是 OK,那就很害怕 怎樣看啊 閹雞的角度 去不去先 答了 今年就 當然不去 但是就 自己 我們就會在 你不要說我們 你覺得 你去不去維園 我自己就不會再進去了 那時候呢 喂,維園是小人的 因為 你那個國家主席 國家說 六月不要來 小人來 當然 當然 小人去維園 這些就是給民主女 落狂的 嗯 那你認為 為什麼要去維園呢 我就不去的了 那香港去那個程義傑 你怎麼看 哎,香港 你六星 平凡 有什麼作用 共產黨會不會倒閉嗎 也不會倒閉的 OK 啊 哇 你這些說得很危險 你這些說法 啊 下個樓 其實呢 說真的 由去年開始 都真正感覺到 是不應該去的 嗯 沒有意思啊 對著一件事 你的人進去 就是感覺上 雖然說可以保住 支聯會的支旗而已 這麼多年 但是問題說 不是保住支聯會這支旗 是保住 民主黨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香港人 很多人都知道 是要保住最後一塊 在中國境內的地方 有一個可以自由 道四六四事件 紀念六四事件 或者道年六四英雲 的地方 就是香港 其實大部分人 是啊 我不是說這個是對的 就是這樣想 但問題呢 我們越來越看清楚 你現在資料會是三合一 嗯 就是看 你再去 支持這個所謂三合會 三合會 但是去年 其實已經有這樣的說法 去年 去年 已經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 我們 可以進去 不過不代表支持 支聯會 而是 我們 是要在這個境內 告訴共產黨 我們香港人是沒有忘記 其實已經去年 動物也是這樣說的 那麼 蕭先生好像也有這樣說過 但是 現在我的問題是 你覺得 應不應該去 實際上不想 去到其實 雖然說 理論上 我都去到 不是支持支聯會 去到人 支持下輩 但是 那個人已經真的去了 所以 其實可以 尖叉水又去 某一個地方 藍花是呢 藍花是會怎樣 我們開會 研究一下 那我再說 OK 我就沒有去很多年了 六四 現在 在講這些話題 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現在 有些人認為 其實關我的事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大陸人 雖然他們很慘 但是關我的事 這個責任 不在我們 首先 剛才說平反六四 那這個說法不是第一次 平反六四 我就堅決不用 連喊都不喊 憑什麼事反 我求皇上 憑什麼事反 打倒共產黨 我們要報仇 他殺人 消滅共產黨 如果這個世界有公義 他當日 誰下令殺人 全部要鞭屍 誰有份殺人 你還不是要鞭屍 經常說公義公義 在哉婆的國家 包括那個 澳洲那個含家產總理 當時那個 都不知道霍德還是什麼 然後哭 屌你老母 是 流了鼻涕 那就怎樣 政治現實 有哪個就好了 接著 屌你老母 抵制中國 但是 屌你老母 兩年後 1991年後 好像不需要一年後 由香港領先 香港是第一班 進去國內重新投資 於是全世界又繼續回去大陸投資 所以你今時今日 你大陸 才叫做有些運行 如果當日不是港商代投資 你共產黨玩了 你現在屌你老母 找我兩個臭錢 阿滋阿滋 又說屌你 不忍耐得你 你們兩個根本是屌你老母 幾十年 那幾十年 是令到這一 尤其是在歷史政治運動之後 這班人 大家要搞清楚 他已經不是我們 中華文化 或者我們所謂的普世解釋 是一個正常思考的人 那種自私自利的心 那種保護自己 老實說 我們都將會變成這樣 因為香港繼續這樣下去 因為這個是天生的本能 來的嘛 物種的演變 原來這樣不變的 我都要說謊 我都要保護自己 我都要保護我兒子 全世界是這樣 好了 那至於 但是我覺得這樣 悼念六四 尤其是 我為什麼不去呢 就蔡耀昌一個原因 你看 早幾天 阿里卓人那種輕挑 就是 講他那個什麼 現在還要搞個不知什麼 紀念館 去到臨美門口 就看到那個自由女神 之類的 那難怪是 去年我們就在這個六四門口 紀念佐治街 但是去年下好大雨 那今年如果 正常來說 其實我本身就想去尖沙水 但是呢 我都會繼續在那裡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要唱衰去 因為我知道呢 他依然會多人 在維園 做了這麼多年 要唱衰去 人人地拍 你不要 為什麼呢 去年我們的反應 其實我們去年都想去唱衰的時候 都預期這個反應 但是很奇怪 是沒有人去衰我們 而去年是很想多人入錢給我們 我們坐衰茅牢 都 那樣大雨都 那我們當然建立心起 我當然要再次去 還有我今年要大聲呼籲 千萬不要再捐錢給支聯會 支聯會 支聯會連匯子都買得了 現在你們要捐的 就是捐給蘭花 讓我們去買匯子 料理老母臭 好了 六四 我印象很深的 因為我和大學生 差不多年多 那當然全程投入 我們這些人叫 好 民室 不懂轉彎 你看當年 每個人都在流眼淚 包括譴責 共產黨的 今次今次是做過什麼 包括你這個譚慧珠 包括你 譚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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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做這樣的事情 六八九 稱呼法堂 柴玲說什麼呢 柴玲最主要其實是說他那種 就是說 他 認為不應該再為平不平反六四去虎老 他也都澄清 他這二十幾年來 他被指期待天安門廣場流血成河的說法 我們應該以感恩的心 就等待神的安排 OK 其實這段說話 就和他去年這段說話 意思都一樣 差不多 OK 於是乎 特別是天安門那幫母親 就個個狂吵 撲出來 為什麼呢 你可以代表自己這樣說 你不能代表其他人去原諒 就是個當權牌 柴玲的變化 於是乎 坊間就有些人這樣說 哎 不是又是搞政治 不是又是變 這樣 要不要給你說個武器 沒有啊 我覺得 即 不需要再理柴玲 很失望 即 當年 我是坐 即 坐在電視機前面 一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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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 以為 即 中國真的有希望 嗯 但結果下來 二十幾年 就是這樣 越變越差 下家老呢 我就是 都是那句 李柴玲 信基督 信基督 又是現在打說 所謂自己的基督徒 喂 你先讀清楚 聖經 千萬千萬不要斷章取義 你也要靠 教育 那些學棟 說 他們說 很多人 那些學棟 很多人 武器 都說 啊 讀清楚罗马书那里,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十三章,只剩头的一二段, 讀第三第四,麻烦你们,不要将圣经混淆是非, 现在这个中国是什么当权者,共产党是什么的共产党, 屠夫的政权,我们怎么会顺服它,一定要消灭共产党。 好了,说共产党一定要消灭,老实实说,但是共产党能够为恶, 作恶如此,中国人的性格迪迟,真是很奇怪, 其实刚才阿燕姬说的一件事,就是说对他很失望, 我想强调一次,也就是我们南巴系的中心思想, 正式的中心思想,我们很多人批评吴义开戏, 说他批评吴义,批评黄单,收购,陈水编钱等等, 其实那些全部都不是事,不关事,没有需要的, 我们只不可以看他当时做什么,当时二十多年前, 我们见到一帮大学生,有论述,有理念,很清晰, 有诉求的时候,我们是支持那些学生, 他们做完那件事,是结束了,至于将来的人生, 甚至是不是涉及政治,我们是另外翻开新的一章去看, 今天调查令,不是因为他当年学生领袖的身份那么简单, 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你什么向前看,等神的安排, 你都调他了,调你什么杀人啊, 你又调你,你这两个人怎么辩护,又说没有塑胶子弹, 你真是笑死人,没有水炮,现在是杀人, 我当学生有千般不适,有些人没有看, 不是呀,外国势力怎样怎样,杀人,说完, 是吧,说完,有些人说,天安门母亲, 都应该要去move on,moving forward,要向前看, 你什么杀了,你个儿子怎么办, 我有时候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什么唇膏的念头, 我想一下,如果当时我的儿子是这样, 是被这些所谓当权者维稳派,他这样对待, 先不要说杀了,只是好像现在那样, 几皮都说租,买不到在一个400呎的单位的时候, 原来你都想,屌你,我没有,150万就买一餐饭的时候, 你叫我怎么服,这个不是说,我屌你, 要共够别人的产品,你的问题是, 你那150万是怎样来的,是你自己憑力的能力, 本事找回来,我觉得是好东西,是吧, 所以柴玲呢,我相信,我们的忠心思想, 说回来,如果又飘远了,就是呢, 根本就是不需要的,甚至乎, 他过去,你可以用来做参考, 就看现在做的事情, 有些人说我两把尺,不是两把尺的, 你好像民主党, 屌你老母,虽然是屌他, 但我现在看他做什么,我看见民主党, 就是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真是的,我李永达走出来, 说要占中我,要占中我, 民间占中, 陳太的2020方案, 不知道为什么要退出, 不會到新普联那里, 就是那个占中那里, 就是交参, 就是当你看见, 你是看他们现在做什么, 对我们是怎样的, 我不要有感情, 挖角, 因为我很支持, 我不理, 忠义禁国,就是要支持范国威, 就是等于, 他是好人, 何俊仁, 我又杀你老爸, 你老母,都要支持他, 我希望大家, 不要这么笨擦, 你不需要支持谁, 你可以特质黄阳大, 特质黄雯文, 特质黄雯文, 任何一个, 甚至乎懷疑任何一个, 如果你是够醒目的, 你应该懷疑所有人, 是不是, 从政者而已,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个, 我明白,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 希望有个, 呃, icon, 有个象征, 有个, 偶像, 那样, 那样, 但是, 唉, 我们等了太多年, 事实上, 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 合国有事, 引育不了一些, 偶像级的人出来, 还有, 中国人那种, 杖光政治, 大家互相, 好像有清新一点的, 有班学民仔出来, 但是, 我们又会因为很多的处事, 而, 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些, 我们自己都要检视的, 好了, 讲开贪污, 讲开一点点, 播完最后那段片, 我这些准备就叫, 其实就是WhatsApp, 我叫它单导片, 有什么准备的, 看看最后那段片, 好, 哇, 肥虾, 今天有什么好介绍啊, 浪费啊, 要吃就吃最好, 一餐六十万, 九龟尾吧, 这个宋林豪饮, 好食套餐, 就是湾仔华人总部, 铁老燕梅厅, 还要是正商权贵, 才有得吃, 我知道, 有艺头吉品包, 蘇眉海斑, 冬虫草汤, 澳洲和牛龙虾刺身, 成本每人要一二千元的, 有贵菜, 怎可以没有贵酒呢, 这两只法国红酒, 一餐狠狠的, 五六支啊, 这位涉嫌严重, 还违纪违法, 被中央免职售查的宋林, 真是识叹啦, 有传在华润总部, 还有最少三个秘密酒窖, 收到大批凉红酒, 和茅台总值过千万的, 消息说, 他上星期四, 被中纪委查之后, 为了逃避调查, 宋林立刻叫人, 将office的美酒搬去酒窖, 他平时还喜欢, 拆下拆下拆下, 和食日本东西, 有传总部有个火锅房, 又会洗成皮椅子, 高级刺身, 这么多东西了, 难怪有中联办高层, 到中野那里开衣, 多似大烟亲鹏, 还有人见过彭清华, 张晓明来, 哎呀又是呀, 在中联办开P, 什么都要请中央批示, 规限多多, 怎玩得这么好呢? 宋林都很识都, 常常送波尔多红酒给中联办高层, 每支两皮到六皮的, 消息说, 自从去年7月, 被指涉及润电收购山西钢业, 涉嫌舞弊案之后, 送林成为京工资料, 五行正门, 改达货车, 又问长问短, 怕被人爆行踪, 华潤就说, 没有补充回应, 那晓明大哥有没有去过华潤设宴呢? 中联办就未回复了。 好啦, 这件事是早几天的, 但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今天我看过去一个星期, 没什么人会去追, 其实在例节上, 宋林是什么呢? 宋林首先是第一个, 最早表态提名的梁振英, 即是买马买中的, 商界选位之一, 但最好笑呢, 就是梁振英当选后, 委任送为太平新市, 这个没问题, 很多都是太平新市, JP, 貝凡都是太平新市, OK, 立法会议员是否当然是太平新市? 不知道, 是吗? 那陈士全是不是太平新市? 应该是, 好了, 但是最主要是另外一个, 才是过来的, 他是廉政公署, 道德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宋林, 你真是好笑的, 周星馳, 现在香港人, 以前我们看粤语片, 通常呢, 看粤语片的时候, 李鵬飞, 即是那个李鵬飞, 做的那些, 做的那些, 杜德重整会主席, 梅飞, 那条肥佬, 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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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梁姓波那些, 就去叫鸡啊, 玩三披啊, 搞工人, 那些就是杜德重整会的主席, 喂, 现在吊你老母好像更神奇, 他像粤语片那样, 吊你老母, 他是, 他说多一次, 廉政公署, 道德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那这些呢, 基本上我可以说, 是没有什么职团的, 纯粹个名字而已, 你自己听一下,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原來廉政公署是有道德發展中心的諮詢委員會 道德發展中心的諮詢委員會 即是作個Title 印出來比較好看 實際上是 因為廉政公署始終是一個獨立的 和人家信得過的部門 如果我的卡片寫著 這樣的人都覺得我 雖然都拗了頭 但都覺得這個有料 廉政公署 屌你了 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 ICAC 藍花系 好了 他的樣子 屌你了 究竟這個是不是涉及政治鬥爭那些 是的 不用說了 搞夠硬你了 現在反貪就是這樣 這是實在過份的 好了 他就在上面弄了一間邊爐房 OK 那就屌你了 請人設宴 老實說 不再話下 他說不好聽 一定是酒池玉琳 吃一吃工 接著叫一群女 你記不記得以前賴昌星的紅樓 喂 男人 我們作為自己都是男人 說真的 有權有勢 尤其是沒有道德的枷鎖 現在中國完全沒有 這些共產黨人 又沒有宗教信仰 我夠膽說 他們在裡面打 屌你了 全部的明星仔 三批 五批 十批 客家人不用說了 又回到這個話題 在這裡真是屌人老母 屌你了 說得明白 你說過 我有個老闆說得明白 就像楊先生那樣 你找到兩母女有身份證 屌你了 我私人都給你五條東西 你介紹我就給你五十萬了 你有本事找 屌你了嗎 玩這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說什麼 開十二萬支酒 吃一百五十萬埋單 很平常的 如果你有攝錄機在那裡 屌你了 有針孔那些 我想你們是不能相信 在台前無論我和大家說 多威猛嚴肅 像逃僅商那樣 屌你了 每天見到那個女人 我幫你 嘩嘩嘩嘩 接著那個女人不讓她搞 每天多了 什麼都可以 我要一個 屌你了 什麼衣服 不是 每一個 三個 五個 就是這樣用的 捉住你的春袋 屌你了 酒池玉林 不用說的 好了 然後梁振英呢 不僅現在慢慢傳出 大家都不去什麼 就是曾俊華 陳茂波 蘇錦良 那些全部都有上去 大政府回應 沒有回應 看我們來說 就馬上有了 那這件事我就真的想 其實我講完這句 我今天下班了 就準備了 龍家靈堂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真是叫 什麼敗壞話 董建華 他那時候真的避嫌一些 跟這些所謂的商人來的 華潤 華潤是什麼樣的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雖然你說什麼潤資 真的有毛澤東的名字 是中資的第一公司 但是上市公司 他盡量避嫌一些 你當日曾蔭權 上遊艇 已經是他認為 很不合當的公務員 但是現在呢 上行下效 關人懶事 禮賓惡壞 下面的 跟自己朋友借兩塊水 要不要坐牢 你們弄得這樣 150萬一層 所以這個男人送臨 不要說我話了 基本上 所以現在 其實澳門都很大人 一不放人下來 就玩得完 香港人呢 如果仍然 要吃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不懂得說 今天吃完那些痴瘡藥 不是痴瘡藥 那些閃藥 那些人很難分 你不靠自己 還想著自由行下來 你會找到吃的 於是慢慢慢慢 最後你就真的有 自給自足 變成了 你們兩個養人 看人臉色 做人做得那麼賤 到時就真的不要亂 是吧 龍家靚湯 餐公義 要健康 龍家靚湯 你介紹湯之前 想敷一敷朋友的疑問 不是 偉明 大家不要誤會 偉明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很久沒有 主要說什麼 就是有些朋友說 為什麼有時候 我不明白 什麼時候下熱水 什麼時候下冷水 其實就不是這個 什麼的 因為很容易混淆了 為什麼有些人說 滾水才擺料 其實就 正常 我們熬湯 一般來說 都一定是凍水 然後開火 一起熬的 為什麼說 有時候 為什麼要滾水 就是看什麼料 舉個例 如果好像蓮藕 有些容易黏底的 你就要水滾了之後 你扔下去 不黏鍋 這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純粹 是看你什麼料 這個解答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的時間 又大火又小火 好像很扭革 其實基本上有個方程式的 記住 基本上 我們一般熬湯 你由滾了開始計 大火滾 通常 你不要那麼怕 怕熬乾水 那麼快 領小 為什麼呢 很過癮的 你熬湯 你這麼快轉小火 就是熬不起來的湯 那些味道是出不來的 所以一定要 大火滾了之後 你不要轉火 繼續大火熬 一般是熬15分鐘 至半個小時左右 才開始轉小火 怕它煲洞 記住 不要那麼快轉小火 這兩個竅門 是熬湯 熬湯是很重要的 好了 今天熬什麼湯呢 去裡面先 哎呀 睡了覺 外面 好 所以這個 今天呢 粉角 好像很簡單 其實不簡單 因為還沒介紹過 三豆 二米 龍骨湯 首先 我介紹 很多朋友都未必聽過 龍骨湯這個名詞 龍骨湯呢 就是 豬的隻骨 一直掃到尾 龍骨 那個位 一般來說 有時候可以拿到豬尾 看看你需要哪個部位 為什麼 介紹這個湯呢 豬骨呢 平時很多什麼西斯骨 什麼骨 今天介紹用龍骨 主要是耳形保形 你知道香港的人 生活習慣 或者做事 生活 勞損 那隻骨 有耳形保形 所以今天呢 就不介紹獸肉 也都不介紹西斯骨 用那個叫做龍骨 就是豬的隻骨 啊 粉角 你知道這陣子 好像有威風一樣 天氣又病了 一般來說呢 如果我們剛剛外感感冒呢 那肩膀 你會感覺自己會中招的 那肩膀啊 那個頸 那個後面的十字位呢 可能天氣問題啦 勞損啊 可能中惡招啊 外感呢 骨這個湯 粉角 粉角呢 它有這個效果的 可以幫你舒緩 那個肩啊 那個頸 那個十字位 配上黑豆 我曾經介紹過 今天黑豆 配上扁豆 和赤小豆 這三個豆呢 就主要的效果都是 根據現在的天氣 因為天氣比較濕濕濕濕的 都是很辛苦的 這三個豆 黑豆 扁豆 赤小豆 配上粉角 再配上二米 都是加強 利水 利尿 這些錢容易水腫 個人舒服些 暢順些 記住 這個湯 又好喝 對天氣又好 外感 剛剛 肩膀酸酸 這種東西 煲這個湯 真的好喝 又有益 大家不妨研究一下 OK 有個網友說粉葛很貴 很難貴的粉葛 粉葛不算貴 粉葛 現在什麼都貴了 你拿來講 你買一隻粉葛 我當你買二十元都OK的了 其實說真的 又是說那句 如果你說鹽很貴 不想煲那麼多湯水 真的 吃飲食就均衡一點 做運動 做運動 練一下氣功 或者練一下 好像我們這樣 其實 為什麼我今天 穿了衣服 其實不是遮肚腩 是我住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瘦到摸到骨 好像胡椒一樣 很痠 很痠 骨很痠 所以我穿衣服遮一下 我們不覺不覺 七日一八六十八個小時 我就還沒上榜 我想都瘦了些 好了 節目差不多了 講完幾句 最後就收皮了 六四 我們也是這樣搞 也是今年 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這一點 就是 我們去年 人們很想捐錢 很想支持 我們吵架 支聯會 三黑會 但仍然進去的 OK 我覺得 程義傑 就很難沒有 因為我們是目擊了那個慘劇的發生 你 是不是良薄呢 我自己 我不會要求別人 好像我這樣想 我有時候我每當 憶起這班學生 就是為了國家 起碼在當時 其實是一康月城 你說有沒有愛國勢力的介入 其實我就不覺得 事後是不是事件複雜了 有些國際的力量 有周旋 也都不能夠排除 但是 還不能夠因此而殺人 講得遠的 殺人 如果你想21、22歲的人 這一陣子 我們就比較靜一點 因為要優養身色 不靜啊 大哥 還有這一陣子 因為有很多組織很厲害 好像 聽我的名字都嚇死你了 正義元盟 是吧 還有什麼 六四真相 六四真相 嘩 屌你老 很厲害 天旗打大支 這件事 所以就是 我要屌射 現在在checkroom那些604 又是604 立即屌一屌 立即變成603 屌你老 我們早就說要做這些 那樣的旗 但是很貴 原來那些旗是很貴的 幾塊都成千元都知道 一定貴過普通都值回來 值回來的 屌你老 那些旋律經常想做不到 現在就讓你老 清關妹做了 不是啊 霸了 屌你老 今次我們 一圍二千多元 然後如果有收你三千元 一圍就收幾塊 還有其他酒水 都不想報名 如果現在這601個人報名 我要多預訂做兩晚 對不對 所以各位 記住 上回我們的專頁 看看怎麼可以 來預訂 到時候我們一晚 開開心心的 那 因為今年 李永達說要佔中 話實話 因為我現在看到還有一分鐘 說了幾個人 你覺得為什麼會無論如何出來 說佔中 可能見這個民主黨的勢 好像很弱 江河引下 怎麼猜都猜不起 於是乎 駁一鋪 說出來佔中 買大勢 昨天 快必 是不是快必 是不是說 他說如果有二萬人出去打飛機 快必 不知道 我說 如果有人因為李永達的感召 因為上次說佔中 太難了 太難了 你也說了 他也說佔中 李永達 出來 叫了兩萬人 叫了兩萬人出來佔中 我叫你老母 我打飛機 是指的 我想多一件事 我都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要是 我自己吃了 打飛機 現場直播 如果由軟打到硬打到出現為止 就叫你老母 根本是拿光環 說完 是不是 說完 說完 好 好 天公廣告收效大 天公廣告收效街 本網台全部廣告 均由天公廣告創作及代理 請打25782141 接合 我們稱帝 細理理 有幾高貴 當低俗 我們巴掂 有利無利 做你自己 低俗頻道 我低俗 嘆我舒服